哈喽大家,今天我们一起去吃一家新店 这家店是我前几天去公众市场买菜回来路上 经过三号路的时候意外发现的 因为它之前是pepper lunch 然后我发现它不知不觉间换了个招牌 而且看到了门口的标志说最近市营业有20%off 所以就和小伙伴趁新鲜来打了个卡 我们来的时候是周日晚上的饭店 而且这家店是在三号路上的黄金位置 所以这个上座率我觉得是挺惨淡的 但因为是开业第七天第八天还没有开始正式的宣传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服务员跟我们介绍说寿司师傅有一位是来自台湾 他是日本的师傅学习 并且有30年的在日料店工作的经验 我大概看了一下菜单 他们的菜单非常非常大 整类比80%以上的寿司店都要多 除了普通的寿司、刺身、热炒、照烧、饭、面之外 还有类似于sushi taco、sushi cake这一类 在日料店不算很常见的类别 吃饭的时候发现他们餐具都很好看 很精致 感觉是花了心思的 看这个装味层汤的小碗也特别的可爱 这个miso soup是他们送的 喝完之后感觉胃口都打开了 小吃我们点了一个tako yaki 没啥惊喜但是还行 sushi taco我觉得是一定要试一试的 因为其他的店不常见 我们选了两个口味 一个是鰻鱼 一个是软壳蟹 两个都好吃 它其实就是把紫菜 裹上一层薄薄的面糊下锅炸 再铺上米饭 芒果、牛油果和其他的料 口感比一般的寿司卷要更加的丰富一些 我个人觉得是值得一试的 传统的寿司卷我们选了两个 一个是火山寿司卷 另外一个是牡丹虾压板寿司 火山寿司卷是一款比较经典的炸寿司卷 这家店的火山寿司卷大概是70分左右 颜值是过关的 但是我觉得它的食材比较单一 所以口味吃起来觉得层次不太够 鸭板寿司还不错 口味虽然有点重 但是食材新鲜度还有口感层次都OK 接下来这道菜是喵喵坚持要点的 因为她觉得这个名字特别的喜闻乐见 它的名字叫做猴脑 当然了它不是真的小猴子的脑袋 是牛油果和蟹肉做的 这个大家都觉得很新奇 而且味道也还不错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道菜的 口味上不算惊艳 但是创意我给满分 毕竟从此以后咱也是吃过猴脑的人了 终于有一次感觉我自己对得起 我自己的广东人身份 上面撒了两种酱 一种是鰻鱼酱 另外一种是辣味美乃滋 这个不能吃太多会觉得腻 但感觉它还挺下酒的 这个的吃法我觉得应该是一半牛油果 一半蟹肉 然后混在一起吃 还是很香的 它真香啊 下一个菜也是冲着它名字点的 它的名字叫做CN Tower 对我们这种曾经在多伦多生活过五年多的人来说 真的是无比的亲切 其实它就是吞拿鱼 混合三文鱼 然后在外面刷了一层美乃滋 再把它们轻轻地炙烧了一下 底下就是普通的沙拉 这个有一点点像sashimi salad的做法 我们就戏称说妙妙是推倒CN Tower的男人 给你们看一下 这里面就是两种鱼 牛油果蟹肉还有芒果 下一个菜照烧三文鱼 我感觉是有点普通的 因为它烧得有点干 而且口味比较咸 不推荐 下面的寿司披萨 我觉得也是一道很特别的菜 上边是仿蟹肉 袋子 还有辣味三文鱼 底下是炸的酥酥脆脆的米饭 准确来说是米饭压成的饼 口感和以往吃过的其他寿司都不太一样 喜欢口味重一点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 这应该是我这次吃的最喜欢的一道了 我们还点了一个Rocky Mountain肉 这个是五米寿司卷 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牛油果团成的球 里面是辣吞奶鱼 另外一部分是炸紫酥和辣味三文鱼 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 而且很好看的 看那个牛油果球球上面还有一点小金箔 值得一试 最后我们有一个热炒 Yakisoba 我印象中 Soba应该是那种荞麦面是灰黑色的 但它用的就是普通的鸡蛋面 口味上我觉得一般般 就我感觉他们家Turiyaki类的 我都不是特别推荐 吃起来感觉水平和Food Court的日式快餐差不多 那今天的菜到这里就上齐了 我们这一餐吃的不贵 打折完后人均是50刀左右 在这个位置这样品质的日料我觉得算是个蛮合适的价格 我喜欢这家店的点有两个 一个是它的位置比较方便 另外一个是食材新鲜 而且品类丰富 但是我不喜欢的点也有几个 首先第一个是它因为人流量少 所以有一些比较好的食材都没有货 当然它是跟我们说它搜到的 但是我们点的和牛 还有金枪语大富 以及龙虾 东北 希望它后面备货可以更充足一些 然后另外一点是它作为一家在列治文中心地带的餐厅 它应该会有很多客人都是华人 但是它的菜单是全英文的 没有中文菜单也没有图片 这一点我跟服务员也讲过了 对他们提出了一些小小的建议 第三点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虽然它的菜单品类很多 但是我感觉食材是偏单一的 因为我虽然点了很多不一样的菜 但是感觉吃来吃去都是一个味道 就是口味上的diversity是不太够的 感觉厨师在菜品的口味创新上面 还是需要再花点心思 不仅仅是形式上的 好了那今天的探天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给我点赞留言 我们下期探天视频再见啦 拜拜